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秋季赛打到现在只有一支战队从无败计,他们就是S组的领头羊E-Star战队,已经好取六连胜稳做榜首的位置,首轮中他们横扫S组,目前第四周的最佳阵容出炉,E-Star队长花海协同一争和紫阳入选,这已经是他们的社服组合,第三次入选周最佳了,紫阳有望成首位游走位赛季MVP,花海的再次入选几乎没有悬念,首轮他的状态也非常出色, 第二轮首战面对A级他更是连拿两局MVP,带领队伍走向胜利,毫不夸张的说,目前狼队的小胖不在,根本没有人能在野区对抗花海,他现在就是联盟最强的打野选手,除了队长之外,E-Star的社服组合一争和紫阳,都是本赛季第三次入选最佳阵容了,甚至比花海还多一次,一争刚转会的时候,很多人认为他年龄大了,状态不行了,但是最多用实际行动,击碎了所有质疑, 证明了自己仍然是联盟顶级射手,紫阳就更不用说了,除了三次最佳阵容之外,还有一次周最佳选手,他非常有望成为联盟中首位有走位的赛季MVP,看待现在E-Star和北京微博的战绩就知道,当初两家俱乐部为何一致千金要抢紫阳了,一个稳居S属投名,另一个还在B组挣扎, 紫阳不仅英雄池很深,操作犀利,更是场上指挥团队大脑,这样的选手不管他在哪家俱乐部,都会给队伍的实力带来提升,何况他身处E-Star这样实力雄厚的战队,他们正需要紫阳这样的选手,在场上统筹全局指挥坐镇,把新老选手们融合在一起, 紫阳本赛季的最佳游走位称号应该跑不了,至于赛季最佳选手,紫阳的竞争对手,或许就是E-Star队内的几个队友了,小伙伴们如何看待E-Star火热的状态呢?